它又脆 又堅硬 不堅硬 哈囉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POYS 歡迎收看美食共到佛 很多觀眾朋友們敲碗說 平常都拍這麼貴的餐廳吃不氣 叫我拍一些大家都平常可以吃到的東西 今天我們來到了士林夜市 那士林夜市呢 它一直以來都被 有些新聞什麼的說 啊 這邊東西很貴啊 坑盤子啊 坑遊客 其實呢 他們吃的喝的呢 真的不貴 就只有我身後這一區那種 騙遊客買東西什麼辦 手裡那種東西是比較坑的 那我自己呢 住在這個夜市附近的 算是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也收集了很多 零零種種的士林夜市的美食 今天呢 就來帶大家看看 我自己在士林夜市的口袋名單 Let's go 好 來到第一家 士林夜市 我覺得 不要說士林夜市 我覺得整個台北算是 數一數二的雞排 對我來說 但雖然它有點貴 80塊一份 但是呢 它是先經過油炸 再沾醬 再烤 所以它整個風味呢 跟一般雞排不太一樣 我們馬上買一份來試試看 來啦 排到雞排了 其實最近算是排隊的人潮比較少 因為以前來呢都是可能要排20到30分鐘都有可能 因為可能現在疫情的關係比較少人出門 先給大家看一下雞排的樣子 它明顯呢 是上面布滿了醬的感覺 吃起來的時候 醬的味道非常香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覺得 啊 幹 真好吃 想說它應該是 就是 醬燒而已 但沒想過 它那個脆度還在 剛我現在邊講的邊流口水 我覺得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 它味道很夠 但是沒有失去炸雞排的那個口感 就很脆 那炸雞排要好吃呢 最關鍵的我覺得真的就是 你炸完 調味完 它裡面那個 雞肉濕潤的程度還沒有保持住 它這個就是 它整個雞肉的濕潤的程度 你看 裡面的汁 它裡面的汁是真的浮花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這個雞排算是 不管你用哪一家的傳統雞排來比 我覺得這個口味 是必須要吃一吃的 我覺得如果你沒來過市里夜市 可以來吃吃看 這個雞排 我用性命保證 絕對好吃 所以它醬的味道呢 算是很 很入味的 就它的醬的味道 我真的覺得是 調得剛剛好 這個醬呢 配搭上它原本裡面 脆脆的那個口感 你就覺得說 炸雞排 原本就應該是這個味道 是實在好吃 而且它的雞排算是非常非常厚的 雖然說80塊好像有點貴 但是我覺得 真的很好吃 哇 走吧 開一家 好 來到了第二家 這個鍋加蔥油餅 這一家呢 也是跟宜蘭的蔥油餅 類似的做法 就是它用炸的 不是一般用煎的 而且它的價格非常便宜 它加蛋只要30塊而已 這一家也算是 我覺得在吃林夜市裡面 蠻好吃的系統一家 馬上買一塊吃 怎麼辦 一塊吃加蛋的 炸辣嗎 對 炸辣就好 謝謝 來了 馬上吃吃這個鍋加蔥油餅 是不是跟以往一樣 就我們光看它的賣相 就一點 我們光看它的賣相有沒有 就跟一般的蔥油餅不太一樣 因為它滿滿的肉質 上面的汁呢 鋪得很滿 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它醬非常多 就不會像一般蔥油餅 可能吃的比較膩一點 餅多一點 粉多一點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很剛好 我們夾著單飲食 它香氣非常的好 它的醬的調味呢 會讓你覺得這個不像蔥油餅 但它確實是用蔥油餅來做積極的 因為它餅皮是用炸的關係呢 所以它吃起來 非常的爽脆 加上醬的調味呢 我覺得那個爽脆跟那個醬很萬搭 所以這個東西吃起來呢 跟前面那個加香味雞排呢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爽爽的 味道很夠 然後又加了一顆蛋 所以吃起來很平衡 喔 很好吃這個 我覺得不屬以來的蔥油餅 因為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很難去不喜歡它 味道夠 爽脆 對 裡面的蛋調味也足 一點點辣 整個樣子很開胃 這個是很開胃的 它的醬有點像是 有點豆瓣醬 有點辣醬 然後配上去整個餅 沾滿了所有的醬 抵下去之後 整個超開胃 關鍵是它只要30塊 還加了蛋 30塊欸各位 所以這樣在士林夜市吃下來 我們全部都吃一吃 搞不好兩三百塊就可以結帳了 所有的好吃的都能吃得到 那這家蔥油餅 我覺得也是我自己在士林夜市 非常推薦的 其中一家小吃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出發下一家吧 好啦 我們來到士林夜市 我個人口袋的第三家 這個小黃地瓜球 那這邊的地瓜球呢 我自己覺得它是很爽脆 然後裡面也很Q彈 所以我自己是滿喜歡吃的 然後買份小的35塊 來吧 看看小黃地瓜球能不能保持它的水準 我印象當中呢 它這個地瓜球呢 裡面是空心的 但是它的外皮呢 它的那個口感很一致 它又脆 又堅硬 不是堅硬 有那個韌度在 它不是說咬下去 脆一下就沒了 它慢慢可以用嚼的 雖然裡面空心 但是呢 它還是算是挺有嚼勁的 真的就是酥脆 外脆內軟 裡面也沒有到非常軟 雖然裡面是空心的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 你只要把它咬下去之後 其實它整體的嚼勁 我覺得還是非常夠 然後它味道呢 我覺得 有一個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地瓜球 很多地瓜球吃起來 都沒有地瓜的味道 但這個地瓜球呢 我覺得是地瓜味道很足的 然後它整體口感很不錯 所以我自己滿喜歡吃的 這份地瓜球 因為剛好老闆認識我 所以我買一點小的35塊 但它給我大份的 我看大份的差不多有20克左右 還滿便宜的吧 大份50塊有20克 我覺得還可以 可以接受 算不錯啦 我先老闆 我們走吧 出發下一家 來到了今天士林夜市 要介紹的古代名單 最後一間 阿輝麵線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巷口麵線 那這一間呢 它是沒有座位的 但是 卻能把整個廟口 都做好了 它的客人 就知道它多好吃 而且同時呢 這一間也是 米其林 B比登的士林夜市 名單 餐廳之一 它非常長 但是呢 它算是蠻好吃的 我自己覺得 在我自己的麵線名單裡面 至少一千三名 來一份 好 要來 好 來試一下這個麵線啊 因為我點的是綜合啊 所以它有花汁跟大腸在裡面 香菜呢 自己選 要不要加我社交 我覺得一碗麵線 沒有香菜就是沒有靈魂 我實在沒辦法明白那些人 為什麼吃麵線可以不加香菜 香菜這個味呢 完全就是把麵線 所需要那個精華 把它提煉出來 完全是不一樣的 當吃的事 沒有香菜 一碗麵線 就沒有靈魂 沒有獨特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香菜太重要了 來啊 試一下它的花汁啊 它的花汁呢 比較屬於比較爽脆的那種 吃下去有點 像花汁丸切塊 但是比較爽 那整碗麵線呢 其實散發著香菜的味道 它聞上去呢 很香 就是有一股甜甜 跟酸酸的味道 混在一起那種感覺 而它麵線的濃稠度呢 是屬於那種比較稀一點點 不算特別濃 我自己覺得蠻好吃的 再來試一下它的大腸 它大腸的味道很足 因為我加了一點點那個蒜油 所以吃起來呢 大腸配著蒜油那種感覺 很帶勁 它不是用大腸頭 它是用一般的大腸 然後裡面的汁腦呢 它都有清淡的乾淨 所以吃的時候呢 這個大腸其實屬於那種 有點像是 比較瘦一點的大腸的那種 皮那種感覺 不會吃起來很油膩 所以配著這個麵線一起吃呢 麵線的味道很醇厚 加上這個大腸 其實我覺得 吃起來反而不會覺得滴 它覺得有一點點輕鬆的感覺 真的不錯 這個麵線 除了好吃以外 這個麵線呢 我覺得 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很便宜 它的大的只要40塊 小的只要30塊 我這碗是小的 那它這個分量30塊 我覺得非常合理 所以我如果是貴一點的麵線呢 其實這一碗賣45到40都有可能 大的話 可能賣到60都有可能 所以這邊的麵線 算是我自己魚過 比較便宜的 又有好吃 所以呢 我今天的口袋名單呢 你們吃了 絕對不會說 欸 因為你來吃 你來一天天什麼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住在市林夜市 附近 長期下來所累積下來的經驗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看 那今天的口袋名單呢 就介紹到這邊 我自己覺得 一定不會讓你後悔 一定不會讓你覺得說 就算難吃 也就30 40塊的事情而已嘛 你看蔥油餅加蛋30 麵線小的又30 它地瓜球又35 吃一吃也就200塊 我覺得如果你住在市林 夜市附近的話呢 可以來試試看 那最後呢 也感謝大家收看這支的影片 如果你還有什麼口袋名單 隨時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我下次去 來試試看 看看你的口袋名單 好不好吃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